下一個叫做鹽酸 鹽酸就是氯化氫水溶液 學名叫做氫濾酸 補時候用鹽巴得到的 所以叫做鹽酸 所以我告訴過你 考試考鹽酸一定是混合物 因為它是氯化氫水溶液 學名叫做氫濾酸 那我們實驗室給了這個濃度 你看看就好不重要 重要是它叫做氫濾酸 還有氫濾酸 濾化氫水溶液 純鹽酸也是無色 可是我買到的時候 鏡頭看起來有點黃黃的 那個黃黃的是因為還有三架鐵離子 鐵離子是紅色的 因為沒有那麼多 所以看起來是黃的 看起來是黃黃的 F1三陣 所以呢有個顏色 因為有鐵離子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會黃黃的 它有刺鼻性的味道 會刺激這些東西 傷害這些東西避免吸入 我們上次做使用給了鹽酸 因為已經到了一大M 已經只有一大M 並沒有非常濃 所以你大概聞不到什麼特別的味道 如果你打開的時候比較濃一點 你就會聞到一種刺鼻性的味道 然後還會冒白煙 然後我會告訴你 濃化菌的重點 它非常容易溶於水 極易溶於水 所以可以來做噴泉實驗 噴泉實驗 什麼叫噴泉實驗 就這個叫噴泉實驗 這邊有一個上面的玻璃瓶 上面的玻璃瓶充滿了氣體 塞到管子下有水 然後旁邊這個滴管裡面呢 有放一點濾化氫 然後呢 擠一點進去 擠一點進去 之後呢 因為呢 它會把空氣中的水都吸收掉 所以壓力會變小 所以大壓力把這個水把它擠上來 它就噴出來了 所以要噴泉實驗 只要極易溶於水的 都可以做噴泉實驗 這個圖上面的 這邊寫一個乾的HCL 可是它看起來是紅紅的 那個紅紅的是指示劑 酸鹼指示劑 哪個酸鹼指示劑 哪個酸鹼指示劑碰到酸是紅紅的 分泰喔 分紅喔 完蛋了 哪個指示劑碰到酸是紅紅的 廣用可以 還有一個 10人 10人 OK 只要能夠極易溶於水的 都可以做噴泉實驗 所以 氨也可以 未來也會交 氨也極易溶於水 所以氨也可以做噴泉實驗 所以綠化氫跟氨 都可以做噴泉實驗 原因 極易溶於水 綠化氫跟氨還是好兄弟 好兄弟 好兄弟 來剛剛講過的酸物 鹽酸拿開以後有白煙 那個白煙就是那個氯化氫溶在水裡面 所形成的小小的溢滴 鹽酸溢 酸物 那個那個誰啊 14號一直跟我講 要我開平常看到酸物 要酸物 就是有個白煙 白煙的酸物 因為它會容易溶於水 形成了白色異滴 對不起 講白色也不好 白色是一些異滴 然後呢叫酸物 然後呢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 鹽酸是很標準的酸 加西酸產生氫氣 這我們背過了 這重點 然後呢剛才講過了 鹽酸跟氨水是好兄弟 這個實驗很重要 過去很重要 非常愛考 但是現在課本拿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連國外的書 都會經常提到這個實驗 兩個碰在一起 會產生白色氯化氨 古時候的實驗是 哪一個玻璃管 有一邊是氯化氫 有一邊是氨 然後就發現兩個會 跑出來擴散 中間會產生個白煙 白色氯化氨固體 那是固體 固體 然後還可以討你 它比較靠近氯化氫 還比較靠近鹽酸 這邊還比較靠近氨 這邊 輕的跑得快 重的跑得慢 然後呢就得知道 這以前一個很重要的實驗 但現在可能不提了 還是你還是要曉得 所以有一瓶 我不知道是不是鹽酸 就沾氨水過去晃一晃 有沒有白煙 有鹽酸 沒有就不是 倒過來 這一瓶是不是 鞍水 沾鹽酸去晃一晃 有白煙就是鞍水 沒白煙就不是鞍水 互相檢驗 互相檢驗 OK 互相檢驗 拿鹽水檢驗鹽酸 拿鹽酸檢驗鞍水 互相檢驗 綠化氨本身是很容易容易水的 綠化氨本身是很容易水的 就是檢驗綠化氫的方式 鹽酸用途洗廁所 洗廁所 我們會給你鹽酸 給你洗鹽酸 洗廁所 製造均綠乙烯PVC 我們未來會提到它一下 PVC均綠乙烯它的用途 OK 這就是鹽酸 請記住 因為含三價鐵離子 所以看起來黃黃的 請記住 它極易溶於水 可以做噴泉實驗 請記住 它可以跟氨互相檢驗 產生白色的綠化氨 就是你該記的事情 OK 我們最後要教的叫做醋酸 醋酸是俗名 學名叫做乙酸 化學式是CH3COOH 我們未來會再教一次 它有無色有激性味道的液體 有激性味道的液體 OK 然後呢 純醋酸很容易就會凝固 在大概16度左右 它就會凝固變成固體 我們把它叫做冰醋酸 冰醋酸因為沒有溶在水裡面 所以沒有酸性 酸跟鹼都一樣 要溶於水才有酸性 要溶於水才有 鹼性 如果不溶於水 酸性 酸性的 好 我們平常吃的醋 大概3%到5% 用發酵法做的 我們剛剛講 我們後面會再教 還有一種是用合成的 拿化工原料加水喇喇那種 那種感覺比較不好 然後我們未來會再講這件事情 OK 好 我們要再說一次 純酸是沒有 純酸是沒有 溶於水 沒有鹼 所以沒有酸性 也不會導電 所以冰醋酸是中性的 酸跟鹼都一樣 要溶於水才有酸性 或者是鹼性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好 所以 但是沒有什麼純鹽酸 為什麼沒有純鹽酸 因為鹽酸就是綠化氫 水容易啊 所以沒有什麼純鹽這回事 OK 可以嗎 了解 體鞋課堂練習